在过去的一年多两年里边 我们最开始爆料说的就是海航 王岐山 姚依林 姚家代表的生殖器治国 后来一系列的海航发生 海航的腐败盗国 海航的一系列人物的 陈丰 王健先生浮出了水面 以及海航在全世界 大量的并购买买买的这些资产 包括德意志的最大的银行 包括了德国的前副总理 菲利普先生 都加入了当时的德意志银行 代表海航的利益 从文贵爆料开始起 陈丰说郭文贵的爆料 百分之一千是假的 然后迅速的将股权 由冠军和刘成杰 两个个人三十岁的小伙子 持有的百分之五十三 五十二点八吧 五十三的股权 迅速的将一千八百亿的美元资产 转移到了纽约 叫慈航 慈航并不慈 慈航是一个 也不是个慈善机构 它是骗人的 它就叫私人基金 然后并进行公告 迅速的由这位德国 越南一的前副总理 跟默克尔总理两个人 大情八卦非常之好 由他来出任了慈航的主席 现在我告诉大家 我们接下来再爆料 纽约慈航压根就没转过股权 这全是骗局 不但对外的公布的新闻是假的 中间的签字人 是陈丰的女儿 和陈丰的儿子 跟王健先生根本没关系 那么为什么德国的这位前副总理 跟海航那么近 他跟海航啥关系 王岐山是海航的大老板 我相信天下没人怀疑 从这个结构图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最核心的人物 姚依林 从姚依林这一支出来了亲子关系 姚明伟 姚明伟2001年去世 曾在越南学习长期居住 传说中的师生子 就是菲利普罗斯勒 越南一前德国副总理 姚依林 中共前高官前常委 六四镇压的核心人物 姚明伟 姚明山 王岐山 师生子菲利普罗斯勒 纽约慈航前首席官慈航基金 受益人 孙瑶 冠军 刘胜杰 PAG的老板 他竟然是德国前副总理 菲利普和菲利普的家人 和默格尔 和代表海航在德国欧洲 大量并购的重要的投资人 代表人 这个六四的凶手之一 就是姚依林 姚依林的女婿叫王岐山 他的唯一的姚明伟 姚明伟的唯一儿子叫姚庆 姚明伟的师生子公开的之一 我告诉你他还有五个以上 我现在先抱着这一个 传说中的菲利普德国副总理 是谁能那么 在八九年这个六四之后 能在外面布下天罗帝王 天罗是海外的钱 帝王是他的师生子孙 而且能把一个越南的孤儿 弄到德国去 成为德国副总理 差点控制德国 控制德国就控制了半个欧洲 就控制了四分之一个世界 欧洲三驾马车 德法英 但是那三驾马车里一半是德国 这是谦虚的事 甚至更多 控制了德国就控制了欧洲 控制了德国还控制德意志银行 所以说海航就控制德意志银行 控制德意志银行谁在后面当托啊 PAG PAG在英国怎么关系啊 在英国上市公司上千亿美元 欧洲是谁的欧洲 王岐山的欧洲 跟你习近平跟你共产党个蛋的关系啊 这叫爱国吗 国内的那些五毛七毛不要脸的东西 你去爱王岐山看他让不让你爱 欧洲三驾 感谢观看